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发明了一种麻肺散 作为全身麻醉 比西方的医学整整早了一千多年 华佗还非常擅长针灸 通常是下隔一两针 立刻是针到并除 不过华佗很有现代医学的观念 他给人用药是越少越好 更要大家多动养生 可以说是日防医学的始祖 可惜他惨死在曹操的手下 一旦明医 下场是相当凄凉 割开皮肉 直至鱼骨 如此则容易 平儿 在 杯酒 是 鸡肠 在 对弋 露出半个手臂 用刀把皮肉划开 刮去骨头上的剑毒 这时候关公还能气定神贤地与人下棋对弋 这是三国演义中最快聚人口的一段英勇故事 而为关公刮骨疗毒的人就是东汉末年的名医华佗 华佗先生 我戎马一生 视死如归 这刮骨之痛 何足惧致 何况 先生是救我的手臂 我能承受 趁我酒行为散 请先生大胆动手吧 安排他跟对手来下棋 那很勇敢地下棋 那华佗是手术的专家 但是手术还是会疼痛 那我们同时也知道华佗是针灸的专家 所以一定华佗有够跟他做针刺麻醉 所以有人说这是相当早的一个针刺麻醉的手术 那历代我们可以看到针灸确实可以做在手术上的振痛都可以 浩然推测 华佗当年可能以针灸来止痛 号称外科鼻祖的华佗早在一千多年前 就擅长以针灸搭配麻醉药来动手术 根据《厚汉书华佗传》记载 若即发结余内 针药所不能及者 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 记醉无所绝 因枯破腹背 抽搁机具 可以看得出来华佗算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麻醉术的人 针灸的麻醉止痛的机理 它的确是透过我们神经内分泌多巴胺系统 达到一种苏精活络 活血止痛的效果 目前临床界的确用来用针灸的方式 能达到针灸的术后止痛 还有我们临床五官科各西内外额科副科 所有疾病的针灸止痛 它的机理都是又透过神经内分泌的调节 能达到我们的肌肉放松 神经血管内分泌的重新调整 那么我们看对照一下同时期的阿拉伯地区 也号称是医术相当发达的 那么阿拉伯人也说他们可以实施外科手术 不过阿拉伯人在实施外科手术之前 先用木棍把这个病患是用急昏的方式 然后再进行手术 比这个华佗用麻沸伞 使之昏迷如同是酒醉不行 那么相较之下 华佗的外科手术就相当的先进了 为了减轻病人痛苦 华佗自己研发出一铁麻沸伞 让病人喝下后就像酒醉了一般毫无知觉 这时候再来开场破度 挖掉病发的部分完全没有痛绝 这铁麻沸伞失传已久 一百多年前经过日本外科学家考证 推测麻沸伞可能是由曼陀罗花 生草屋 权当归 香白纸 穿穹等中药材调配而成 华佗当时研发的麻沸伞 它的主要成分有穿屋 草屋 这种乌头茧的 这有负脂成分的 它当然是这种神经毒 可以抑制跟我们的中断 我们的呼吸中枢 所以能达到一种止痛 麻醉的效果 华佗不只是史上第一位 实行麻醉手术的医生 他也是第一个知道 要将手术刀具消毒使用的人 它的手术刀呢 它已经知道把它就是类似 我们今天用酒精去 对吧 对对 然后它用以前 对 我们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去用烧的去消毒 生于东汉末年三国初期的华佗 目睹当时军阀混乱 水汗成灾 疫病流行 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况中 他不愿做官 宁愿到处行医 为人民解脱疾苦 只不过华佗高明的医术 很快流传开来 被同乡曹操给得知了 曹操常年患有一种 头痛跟晕眩的病症 华佗在这个当地非常有名 所以曹操就邀请他来替自己治病 华佗用一根针 就暂时抑制了曹操的头痛 曹操向来为这个头痛苦恼 所以他要求华佗待在他身边 持续地为他诊疗 请华先生下针 有何感觉 好酸症啊 只用一根小小的金属针 就能暂时止住曹操的偏头痛 其实这种针灸疗法 早在中国新石器时代 就已经开始萌发 相传华夏文明的始祖福熙 就是针灸的发明人 而《皇帝内经》这本现存最早 且完整的中医文献中 也有不少对针灸的记载 在《皇帝内经》甚至更早 所谓看到的马房堆的资料 反而经络的现象很早 那经络怎么现象 可能是古人做导引 做气功 那这时候去领悟的 那两者的相成 就完成了一个针灸一者 那在《皇帝内经》 可以说是写的已经相当完整 1973年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医学书籍中 可以看出来对十一条麦的 巡形分布 病后表现和酒法治疗等 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经络系统 到了战国时代 还有一位名医扁鹊 传说可以起死回生 他曾经使用针灸 对猝死的国国太子进行急救 将他性命给救回来 也曾经只凭肉眼观察 就判断出齐桓公的病情 已经无药可疑 此病非体变之极 是体能之极 体能之极 使人体每一器官都完好不变 但每一器官的功能却全部衰减 最常想到的是春秋时代的扁鹊 它开启了器官移植的先例 扁鹊替鲁国的一个叫做工艺 还有赵国的一个叫做奇因 同时做换心手术 那这个手术是现代器官移植的一个先例 远比现代医学超过2000年了 列子汤问篇中记载了扁鹊施行 换心手术的过程 这则古代预言故事的真实性无法证实 但却说明了扁鹊高明的医疗本领 针鹊流传到宋代 著名针鹊学家王维一编撰了 同人数穴针鹊涂金 考证了300多个穴位 他命人将这本书刻在石碑上 让学习者拓印 可以看到上面的穴道名称 和位置都写得清清楚楚 除此之外 他还铸造了两具同人模型 全身布满了穴道 肚子打开还有五脏六腑 成为针鹊教学的最佳工具 宋朝的时候 有一位医官叫王维一 他制作了两座铜仁 这个铜仁是作为 当时的医学生考试之用 这个铜仁上面 有很多的筋络的孔穴 他们在进行考试的时候 会用蜡把它封住 然后里面灌水 那如果说这个考生呢 他能够针刺位置是正确的 那水就会流出来 代表他就可以通过考试 根据宋朝的这个穴道呢 他有365个 当你如果失眠的时候呢 你可以按压内观穴 然后按压之后呢 会让你放轻松 能够帮助睡眠 那另外像竹山里啊 河谷穴呢 都是常常我们听到的 就是常常运用在身体不舒服的 一个穴道 而能够把穴道和针灸 结合的天衣无缝来施展医术 历史上最文明的就是画陀了 当他用针灸将草操困扰已久的 偏头痛治好后 草操便一心想把画陀留在身边 画陀好几次借故推脱不成 只好提出最根本的治疗方式 彻底解决草操的偏头痛 也就是开头颅手术 未往头疾 皆因风寒恶意所致 其病根在脑中 起码患病有25年了 可治吧 某有一法只恐魏王不肯啊 你先说 先饮麻沸汤 然后用利刃砍开魏王头颅 取出风险方可出去病根 拿斧头剔开我的头颅 你是想杀了我吗 你的这个病 针灸不能根治 要剖开脑袋 然后把里面的那个 导致你痛的那个瘤 给它弄破 挤出来 这样子就会完全痊愈 曹操不肯 认为画陀是为了要杀他 因此就把画陀 关在监狱里面 最后下令猝死他 这个寻遇 曾经替画陀求情 可是曹操竟然表示 画陀他自夸一术如此 也不过是自台身价 相似这样的人天下的鼠辈何其多 生性多疑的曹操还以为画陀想借此杀害他 一怒之下把画陀关进大牢 而画陀饱受折磨后 在狱中把毕生所学的医术写成一本书 转送给狱族保存 但狱族却怕得罪草操而拒绝了 画陀伤心之余把书给烧了 当代最高明的医术从此失传 后人无从考证他神奇医术的真实性 于是有人提出一种说法 其实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画陀这个人 这个时候曹操的手下最得力的文臣 徐玉就出来为画陀讲话 所以因为有徐玉留下来的发言记录 我们认为画陀应该是真实存在 因为徐玉是一个很认真正经的人 他不可能讲一些虚假的话 他说画陀医术发高明 可以救活很多人 最好留他一命 曹操不听硬是杀了他 虽然画陀死后没有留下任何著作 不过他的两位徒弟似乎有得到真传 将画陀研发的一套养生体操树 发扬光大 虎 熊 鹿 猿 鸟 这个武勤系 因为经过画陀指导这个武普 这个勤练武勤系 训练自己的体能之后 也符合金人劳动养生的原则 所以这个武普到了90岁 他还是耳聪目鸣 而且完全没有齿牙动摇的现象 就是一种类似现在健身体操的那种运动方式 据说可以使人年过半百头发不白 七老八十的还是这样 身弱虹中 身强体重 他的两个弟子都活得很高手 画陀也是最早发现甲脊穴的人 这组穴位能治疗咳嗽 气喘 腰背部酸痛等慢性疾病 后人为了纪念画陀在针灸方面的贡献 就把这一组穴位叫做画陀夹脊穴 滑陀在我们中医的穴道弓线有个很重要的地方 滑陀发现在我们的颈部到腰部 这17节的两侧各五公分的地方 这17节左右两侧五公分 连我们脊椎的两侧是一个明显的穴道 我们中区叫做画陀夹脊穴 画陀就是画陀 夹脊就是夹着我们脊椎的两侧 所以17节左右各一就是34个穴 做穴道的针灸或艾草的熏针 发现有很明显的治疗咳嗽气喘的疗效 这是画陀对我们中医针灸界的 很重要的贡献 画陀医生行医继续 精通外科 妇科 儿科和针灸等 他的特点是用药少 治病常常只抓几味药而已 而他的针灸术更为传奇 只针一两处病痛便能痊愈 他是史上最著名的神医 也为针灸这项发源自中国的 传统医疗技术增添了不少传奇性 在河南许昌北方 一直到现在还有画陀的坟墓 相传当年画陀被杀死 在狱中之后呢 百姓们串通狱卒 运出他的遗体 埋葬再次 意识到现在 每逢节日 乡民们还是会记得 要来祭拜画陀的神灵 希望他能够保佑大家 平平安安的 都不要生病 我们休息一下 要继续带大家来看看 中国古代的医学 真的是相当的发达 像是针灸 不只是用在人类的身上 连动物的身上 一样能够运用的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